上一次我們跟大家介紹了 相當使用的 USB-C 轉接頭 讓新加入 Mac 系統的使用者 可以有更好的使用體驗 我們也相信 隨著這一次 M1 電腦的更新 應該也會帶來不少 從 Windows 跳槽過來的使用者 不管你是舊有的 Mac 使用者 還是從 Windows 跳槽過來 換了新的電腦 當然就是要安裝一些 讓工作更方便的小插件 來提升自己的辦公效率 我通常拿到新電腦之後 第一時間會安裝哪一些 App 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五款我覺得最實用的 Mac 小插件 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用一個 像我們在寫文章 或者是做影片的時候 有時會需要用到很多的 參考圖片跟文件 以往大家都是把想要用的圖片 拉到桌面存著 開始真的在寫東西的時候 要用的時候 再特別從桌面裡面把它找出來 然後拉到文件裡面 用完之後 又要再回到桌面 去把檔案刪除 來來回回 這樣子真的花很多時間 非常的麻煩 用一個好用的地方 就是在於在找資料的時候 只要把想用的圖片或檔案 拉到平常隱藏起來的用一個的視窗 把等一下想用的東西 一直固定在旁邊 開始要用的時候 也不用特別切換到桌面 直接把檔案 從旁邊的用一個拖拉到畫面當中 就結束了 而且因為它是暫存的關係 所以用完自動就消失 不需要特別再去刪除 用久了 這個APP確實能夠提高不少的工作效率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Paste 像是我們工作有時候會需要一次複製多個不同的內容來做參考 但通常電腦內建的剪貼板 只能貼上上一個複製的東西 不然就是有時候要重新貼上之前複製過的連結 又會發現那個是好久以前複製的 還是得回去把它找回來才有辦法去貼上 同樣也非常的沒有工作效率 Paste它的好處就是可以直接幫你記錄 以往所有複製過的內容 用快速鍵就可以直接叫出視窗 然後看到所有的記錄 只要從裡面複製就可以直接貼上 如果有比較長會需要貼上的內容 像是我做影片寫稿 最後一段的總結 每次影片都會用到 就可以設定一個標籤固定在那邊 不用怕說會被其他不相干的複製內容給洗掉 同樣可以快速使用貼上 更棒的是它還能夠透過iCloud來同步剪貼板 這樣就能夠從iPhone或者是iPad上面 找到先前在電腦裡面複製的東西 超級方便 第三個推薦的App是Short Menu 像我們常常寫文章 或者是需要在影片底下的描述欄 放上一些相關的資訊連結 都會因為原網址非常大的一串 會看起來很凌亂 要特別去找一個網站來幫我們做短網址 來來回回也是要花很多的步驟跟時間 真的在感見的時候 真的超級沒有效率 Short Menu 它的好處 就是可以直接讓你在背景進行自動化 在複製一個網址的同時 背景就能夠自己自動化做成短網址 所以你直接按下 Command V 貼上 貼出來的就是已經縮短的連結 完全不用多做任何的事情 一樣也非常的高速有效率 如果你像我們一樣有時候對連結需要 有去追蹤它後續的成效的話 你也可以綁定其他像是Bitly之類的服務 登入之後就可以直接幫你做成Bitly的連結 也算是一個相當專業的軟體 第四個是我們覺得非常實用的截圖軟體 CleanShot 雖然說Mac內建的截圖功能就已經非常強大了 不過CleanShot它變得更實用 除了可以快速標記位置重點框選之外 它甚至還有馬賽克處理的功能跟操作順序 編碼註記的功能 可以讓你更明確的跟同事指示 點按畫面中的哪一些位置 如果要全螢幕截圖的話 你還能夠設定隱藏桌面上的圖示 就不用怕有個凌亂的桌面被別人看到 除了一般的截圖 你還可以卷動畫面來進行長截圖 給人家看到一整篇完整的文章或者是網頁 然後你也可以設定自動化 讓它在截圖的時候自動複製到你的剪貼板裡面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回到桌面 去把截圖拉到你要的畫面裡面 直接在想要貼上的地方 Command V 就可以貼上 途中也可以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最後一個APP 是一款我們之前在蘋果民網站上面 介紹過的ONE SWITCH 雖然說MicroOS Big Sur 現在也有了控制中心 但是ONE SWITCH裡面 也包含了許多控制中心裡面沒有的開關 比方說隱藏桌面 或者是一鍵退出所有的磁碟 鎖定鍵盤 清空垃圾桶等等 都能夠一鍵搞定 你也可以自己客製化想要的快速鍵 能夠更快速的執行這些指令 像是我平常電腦裡面 同時都會接著三到四顆的硬碟 每次要拔掉的時候都要一個一個退出 現在直接一個快捷鍵就可以全部一次退出 真的非常方便 好 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五款 我覺得相當實用的APP 我會把這些APP的下載跟購買的連結 放在影片下方描述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前往去參考看看 不過這些APP是需要單獨購買的 像是用一顆就要270塊台幣 Paste用訂閱的方式 一個月要30台幣 Short Menu要190台幣 CleanShot它一台電腦就要29美金 One Switch一台裝置要4.99美金 這樣換算下來 全部買期也要個一兩千塊錢 真的超級貴的 但如果你還是很想要用這些APP的話 可以試試SetApp這個服務 它是一個訂閱制的App Store 只要月角9.99美金 就可以享用裡面大量的付費軟體 可以持續更新 而且還會一直有新的付費APP加入 算是非常實用的一套服務 我們今天介紹的APP 也全部都可以在SetApp裡面找到 大家可以用我們下方提供的連結 免費試用7天 如果喜歡的話 再加入付費就好了 你平常都用哪一些使用的小工具 來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呢 在底下留言來跟我們討論看看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按下鈴鐺鈕 來取得第一時間的更新 這裡是APPLEFANS 我們下部影片見 分享就是你們cion驚人он